大家好,我是尔等 今天接着和大家分享大尔Dashboard 之前和大家分享了如何编译大尔Dashboard加大尔Win来部署大尔 今天主题还是大尔Dashboard 只不过是通过Docker来编译运行 OK,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视频通过SendalOSGinline和大家演示 先切换道路的用户 首先你需要先安装Docker 我在之前的视频也和大家分享过Docker的安装教程 有兴趣的可以点击视频右上方的链接去看一下 我这里就快速通过一线脚本来安装Docker 把命令拷贝下来 删贴到终端,回车执行 OK,Docker已经安装完成了 先把Docker设置自启动以及立即运行Docker 然后通过Docker PS命令检查一下 OK,Docker已经运行成功了 接下来拉取大尔Dashboard的原码 指定拉取到OPT目录下面 拉取完成后进入到原码的目录 然后更新仓库的纸模块 把命令拷贝下来 粘贴到终端,回车执行 接下来通过Docker边印运行大尔Win 配置稳件目录会映射到速度及的 -etc-大尔-Win目录下面 首先进入到大尔Win的原码目录下 然后直接执行Docker Compo Up-D命令 构建镜像并启动容器 现在看到控制台打印的错误信息 提示你需要执行Go The Mode的台底命令 更新Go模块的依赖 只需要在原码目录的Docker File文件的Maker命令之前 添加这一行命令就可以了 在这个位置,添加这一行命令 你也可以直接运行这里提供的命令 一线修改 修改完成之后,重新执行命令 OK,已经提示容器已经启动 通过Docker PS命令查看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运行了一个名称为大尔-Win的容器 接下来通过Docker编辑运运行大尔-Dasport 因为大尔-Dasport是运行在容器里面的 不能直接使用回环地址连接到大尔-Win的 API 大尔-Dasport的原码跟目录 执行Docker Combo Up-Gand D命令 构建镜像并启动勇气 你有可能会遇到这个错误 这个是Docker File的基础镜像环境导致的 你只需要修改一下基础镜像的版本 打开Docker Hub 搜索Node 尝试更换指定其他Node的基础镜像版本 我就随便拷贝一个过来 回到终端 编辑Docker File文件 在基础镜像后面加上冒号指定版本 然后保存退出 再次执行构建命令 一般情况下就不会再报错了 构建需要一点时间 具体看理机器的性能 耐心等待一下就好了 OK 已经构建并运行容器了 再来通过Docker PS命令查看一下容器列表 现在就看到大耳DASPORT也已经运行成功了 接下来通过COR命令请求大耳DASPORT的地址 如果有想应就代表已经运行成功 OK 接下来演示大耳DASPORT的配置使用 先查看一下服务器的IP 把IP拷贝下来 粘贴到浏览器 端口不按是3000 OK 页面能够打开 第一次访问需要创建一个用户 密码需要字母数字加特殊字符的组合 点击登录 现在已经就到主页面了 点击头像切换主题以及语言 先点开规则页面 修改全局配置 选择LAN接口 这里选择自己服务器的LAN接口网卡名称就可以了 LAN接口就选择自动检测就可以 DAS实现修改为UTLS 然后选择模仿的浏览器指纹 最后提交 接下来修改DAS配置 我同样使用之前视频的配置 具体我就不解释了 不太了解的 点击视频用上方的链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或者看一下我伯克的笔记 把DAS配置拷费下来 缠贴到输入框 修改一下名称再提交 接下来修改路由配置 FORFET修改为默认的PROXSECENT组 OK配置就修改完了 接下来回到网络页面 添加大理节点 输入标签 然后填写自己的代理节点URI 你可以点击二维码查看具体的配置 上面的代理分组配置 选择分组实用的节点或者是订阅 现在就可以点击上面的图标 启动大耳了 图标显示绿色的网络连通Icon 就代表已经生效了 接下来测试一下 修改一下你电脑的网络配置 将录由网关地址和DAS地址 修改为大耳所在的服务器IP 首先反问百度 没有问题 接下来反问谷歌 同样没有问题 查看一架IP IP也是我代理节点的IP 最后跑一下测速 网速也是基本能够跑满的 OK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还没有订阅点赞的 记得订阅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